切好的蒜頭下鍋爆香 炒雞肉 海鮮還是燉湯都很搭 敲辣的蒜頭 不少美食料理都少不了這一味 但蒜家飆漲 連家工廠都沒蒜可敬 收過來的蒜頭 一袋袋倒進機器裡 滾動拍打自動去殼 去完殼還得人工檢視 過水清洗 直到表面乾淨才能分類狀態 工廠的另一頭 還有阿公阿嬤俐落的 靠手工剝蒜 加工廠看起來儘然有序 但其實他們的工作量大不如前 這把這個賣賣回來 靠撥蒜過火的阿公阿嬤 叫苦連天 因為這直接影響的 是他們的生計 我現在量 老闆量比較少 少喔 滾到不太多了 到底差多少 過去彰化這間蒜頭加工廠 一天可以出產兩到三千公斤 現在直接砍飯有一千公斤就不錯 就可能有的時候做半天 那有的時候就休息一天這樣 對然後就六至現在都不加班了 業者說從三月開始 國產蒜育於減產 進口蒜又因為帶土塊 簡易沒過 30個貨櫃全卡關量更少 才造成算價飆漲 每公斤的批發價 從五月的90元到現在是160元 短短三個月增加了1.7倍 進貨成本大幅增加 回本太難 加上根本沒算可剝 加工廠平日公時砍半 連假日都不加班了 關場休息 業者嘆氣 再這樣下去 真的快撐不下去 這個聯運平工具的 詹景成彰化採訪報導